搭乘我們的阿八賽器燈賞 以及我們平東縣政府觀光庄公署 接入我們縣府八爺的黃建佳 黃處長歡迎 八爺上任以來 我們就積極地跟這個大房公司講 事實上呢 這樣的一個遊樂開花的幸福 應該要比較清明化大眾化 所以引發的一個過享思維是 每年四月份都有一個春 但是在我們的南台灣東港這邊 是會有一個音樂的元素的活動存在 所以就發想出 我們是不是在明年可以做一個賽道音樂 也把它有門票收益的部分提供出來 給弱勢族景團體的公益的 比如雨店基金會華山基金會等等 台灣燈會在屏東 那首選的地方就是在大鵬灣這塊 目前大家所在的這個地方在 所以明年的活動的時候 不管是縣政府也好 鵬館出也好 或大鵬灣公司也好 我們三方會積極來合作 為明年的活動 也為台灣燈會做暖身 一起來為這個活動跟地方觀光盡一份心力 那管理處跟縣政府 我們覺得說這樣的一個音樂節的活動 具有它的兩層的一個意義 第一層的意義是說 也宣告大鵬灣BOT的這個案子裡面 他們確實已經慢慢去把這個給外面過人 就是說開發角度慢 或者是開發的亮人 烏入預期的部分 透過這樣的活動 也來宣告讓所有廣大的遊客 能夠來一愧 他這樣的一個整個園區提供的一些服務 趟了